注意看,这台电脑可以正常开机 但是它的左下角的这个灯不停的在闪烁 全都发黄,正常应该是有一个绿灯的 然后紧接着这台电脑即将屏幕要黑掉 自动光机了 就像现在这样 开机一段时间后电源灯闪烁 然后自动光机 这台呢是一个渲龙的游戏版 蓝天代工的 那么蓝天代工的笔记本出现这种情况呢 是一个通病了 两种可能性 第一种呢就是不认显卡 第二种呢就是风扇不撞 一般只有这两种情况才会导致电源灯闪烁 然后自动光机 先看一下示威管理器里面 显示示威器果然是没有显卡呀 只有一个机显 没有识别到独显 那么肯定是会自动光机的 这边好像识别到一个PCIe什么设备 但是没有识别到显卡 这个应该不是软件问题了 如果是软件问题 不会光机啊 它这种自动光机 是底层写在标识里面的一种设定 应该是硬件方面的问题了 OK我看这个电源灯又开始闪烁了 估计马上又要黑掉了 说黑就黑 开机一两分钟就关机了 直接给它拆开 针对它的显卡进行一个仔细排查 显存没有短路 主要先看一下会不会有些明显的短路地方 但是呢 简单的排查那边都没有短路 那就给它通电 看一下是不是缺电压 我倒是希望它缺电压 如果那种供电都有 还是不认卡 就真的很烦 很好 没有核心供电 难怪不认卡 还好是没有供电 要是供电有的话还有点怕怕 那既然是供电问题 那就好搞了 不是 核心供电没有 后面的供电全部都不会有 显存供电也没有 1.8V都没有 不要是第八角 是1.8V供电 也没有 好 那我是直接把它的主板给扒了出来 主板还算干净 没有进水 没有看到明显的烧焦痕迹 我把它主板拆出来之后 我又仔细检查了一下显卡四周的相关供电 我发现有个电杆好像是短路了 就在这边的这个小电杆 在这个位置 完全短路 短的很彻底 没有留任何余地 PL18这个电杆 打开图子 看了一下 PL18是一个1.8V的供电 但是很奇怪 这个1.8V的供电 它没有直接进到任何芯片 它有被设计连接到南桥 但是没有采用 这几个保险电阻都是没有装的 打了个信号 都是空的意思 然后呢 它就也没有进显卡核心 而是只去了一个地方 一个电压转换芯片 这个1.8V出来之后 进了那个芯片 然后转换成1.8V 再进显卡核心的 起初我看到这个1.8V 来了南桥这边 我还以为是南桥 挂了呢 后面仔细看了一下 这几个保险电阻都没装啊 这个1.8V都压根没有进南桥 但是呢 我烧机啊 往死里烧 都没烧出来 首先1.8V到的地方不多 我直接把它全部都拆掉了 就几个电容 以及一个芯片 真的就到这么几个地方 全部拆掉之后 1.8V的阻值 恢复到正常 这几个电容 我都分别测量了一遍 电容没有击穿的 那么只剩下这个电压转换芯片了 把它翻过来 测一下它背面的脚位 它的短路嫌疑很高啊 中间那一块就是地线 红表笔接地 黑表笔达到输入的位置 果不其量 这个芯片是已经短路了 找了一个蓝天的料板 这种种芯片在蓝天的板子上面很常见啊 直接从料板上拆一个芯片过来换上去 按道理来说 一般芯片短路 烧机的话应该能烧出来 但是它就是一点都不发乱 真的是有够奇怪的呀 好 芯片换好了 把移掉的这些电容全部再装回去 好 再次给主板通电 1.8V 正常产生 核心供电也有了 显卡 显存供电也产生了 漂亮 再测一下背面那个转换芯片 1.8V已经成功转换了出来 好 看来显卡这边的供电已经都OK了 这个核心也已经发热了 装机装机 整机都已经装起来了 再来进系统看一下 插电开机正常进入系统 设备管理器里面看一下显示适配器 当当当当 GTX U650 独立显卡也已经被正常的识别到了 而且驱动也没有爆错 这个设备运转正常 烤机测试也可以通过了 这边开机 连续开机已经将近两个小时 都没有再自动关机过了 放了个电视剧 看一下会不会再有问题 卢大师的跑分也都可以OK i7时代台式机的标压处理器 但是这个显卡可能有点辣 1650的显卡 好 那本机就修到这里 一个小电压转换芯片短路 导致的不认显卡